租静静 起不来了是吧 起来 起来 你 你干嘛 我干嘛了 大半夜你丢进我房间干什么 你还敢说你不是变态 你还想攻击我 谁攻击你 你现在对我上下棋手 谁是变态啊 你少自恋了 我是正当防卫 你防卫什么玩意儿你防卫 你仔细看看你在哪儿呢 我当然是在 我 我 下去 走错了 我告诉你 以后不要再提变态两个字了 小心我扣你工资 回去 睡觉 我 在我家 嚣张什么 哎呀 苏静你笨脑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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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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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你真的不用搭理他 我们两个聊就行 没事儿 我跟你带了一样东西 我的新书 大师兄 我听说你的新书现在卖得特别好 我到街上去到处都是你的海报 也没有那么夸张吧 不过啊 名字我都签好了 也算是弥补你这次美去城签社会的遗憾了 没去城啊 顾先生 你要是真的不会交流呢 你就把嘴巴闭上 可以吧 谢谢大师兄 我特别喜欢 下次签社会 我一定准时到 这可是你说的啊 那下次就不可以不去了 对了 静静 我还要赶飞机 那我今天就先走了 这么快啊 等我回来 我会来看你的 那说好了 我送你 行 走吧 好 顾先生 再见 嗯 那我就先走了 嗯 大师兄 下次再见 回头见 嗯 喜欢她呀 要你管 谈我恋爱吗 开玩笑 好 从小到大喜欢我的人不要太多 虽然很多人对我表白只爱我一人 但是 我的心里从始至终 都只有大师兄一个人 这叫专一 你懂吗 作为一个独具慧眼的男人 我一眼就看出来 你大师兄心里不是这么想 你凭什么这么说 你看你大师兄的时候 眼里都冒星星 可你大师兄看你的时候 眼里只有严实 你 真是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那个孤龙气死我了 原来那天你大师兄没看到你啊 我哪敢让他看见啊 打架打的 淑女形象净毁 所以你们约好千寿会见 也没见到大师兄 他后来问你失约的原因了吗 问了呀 我说我有事 没去撑 可惜我费了那么大心思 去准备这个 我还买了新衣服 还学了化妆 到最后 到最后 你和大师兄 连个照面都没打上 好了好了好了 别哭了 我请你抽完盒 那我能一直抽到隐藏款吗 没事 别回去 抽 你抽 我脑子